然後去潛水都可以直接這樣下去 哇 反過來 可以千千幫我補眉 耶 把我眉筆 回家把眉筆都丟掉 對你可以把眉筆丟了耶 真的完全不用畫眉毛了耶 你覺得眉型還OK嗎 很棒啊 我覺得很棒 而且你現在沒有畫眉毛耶 對啊 這樣自然的 以後去潛水都可以直接這樣下去 哇 好爽 不用再很狼狽耶 掰掰 今天呢我要來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幫林軒用這款眉毛喔 因為他的臉型呢 是屬於就是 這邊比較圓潤 然後這邊有一點方方的嘛 那老實說呢 這種方方的臉啊 他不太適合用一些比較方一點 或是比較有弧度歐美型的眉毛 那他比較適合比較圓潤 這樣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兇 也比較好搭配他 他的臉型 然後他的眼睛呢 也不是那種水汪汪 眼睛很圓潤的那種眼睛喔 他的眼睛是那種細長型的 所以呢 所以代表他的眉毛呢 不能做那種 非常歐美類啊 或是比較兇一點 比較有個性一點的眉毛 這樣他看起來會比較就是 比較難以親近 所以呢 我幫他做了一款 就是比較適合他的眉毛 當然就是眉毛是很重要啊 在一個人的五官當中喔 我覺得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如果說你今天的臉型啊 跟你的眉毛不夠搭配的話 那這樣子呢 就不會襯托你整個五官 還有你整個人的氣質 那我今天大概也講解到這樣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來找我喔 很開心你們來看我的頻道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 然後訂閱 然後還有就是 可以關注我的IG喔 掰掰 回家把我眉筆都丟掉